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刘亦菲呵呵大成迷,去关南烟斋笔录剧组,关宣被删似乎另有隐情。 最近两天,娱乐圈最旋律事件之一,当属刘亦菲的呵呵大了,1月8月的时候,刘亦菲在凌晨一点八了条微博,只有三个字呵呵她。 根据粉丝软件显示,刘亦菲同时取关了,前不久刚官宣的电视剧《蓝烟斋笔录》官微,这三个字似乎和这个剧组有关联。 日前官宣的《蓝烟斋笔录》,是根据同名小书改编,刘亦菲将与颈博人搭档出演。 有消息称,刘亦菲与《蓝烟斋笔录》的矛盾来源于双方签合同时,剧方明确承诺会上新播出,结果已广电不过审核为要告知只能网播,引发刘亦菲方强烈不满。 但今何时,有知情人士透露拍摄一切正常,而且剧本被上新播出做了很多修改,投资体量也够大,肯定会上新播出。 不曾在改为王博一说,究竟呵呵大的是感情还是《蓝烟斋笔录》,也只有到刘亦菲本人来打以解惑了。 回想刘亦菲的演员之路,从《金冠世家》《神雕俠侣》到现在的《蓝烟斋笔录》,刘亦菲已经从被拒绝搭戏的新原演员,成长到取代不了的天仙姐姐,在到如今能够和剧方谈条件,出演迪士尼电影的刘亦菲了,从电视剧来到电影。 这一路走过来,岁月似乎没有在刘亦菲脸上留下太多痕迹,但却让刘亦菲变得更强大,小银瓶叫她《天仙姐姐》,刘亦菲的演艺之路是从电视剧开始的。 15岁的刘亦菲出演了《金冠世家》和陈坤,董洁搭档,事业刁蛮任性又自我的女二号白秀珠一脚,当时男主角陈坤并不愿意和她搭戏,制片人游建明。 一路帮着刘亦菲眼下白秀珠,对于没演技刘亦菲也承认,当时就是凭直觉演戏,别人帮她把台词画下来,飙上嗜好,再不停地说一些鼓励的话给她打气,演戏没经验,生活也没经验,就撑着眼吧。 唯一成功的就是有人问,这是谁啊?就这点爱喜,基本上每天把台词说完就鼓掌,除了记住了《冷清秋》以外,看《金粉世家》的不少观众,也记住了这个看起来像个小孩子,是嫉妒任性自我的富家小姐。 刘亦菲开始走进了观众的印象之中,《金粉世家》之后,刘亦菲被张记中寻众在《天龙八部》中饰演王雨嫣,清新脱俗又不沾染一点尘埃的王雨嫣,让刘亦菲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称号,天仙姐姐。 从此,天仙姐姐一直伴随着刘亦菲到现在,不管是新进去霞转里清纯灵动的赵灵人,还是神雕侠女里的姑姑小龙女,刘亦菲一直被叫做国内演艺圈独一无二的天仙姐姐,身披白纱,微微一笑,在仙境里自由穿梭的那个,如天仙般的女子。 即使在那个,电视制作还不是很精细的时候,刘亦菲依然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天仙印象,大营萍去劈她,票房毒药,在神雕侠女之后,天仙姐姐就再也没有上过小荧幕,而是转战电影阵线,挑战大荧幕。 出进电影圈的刘亦菲非常幸运,和李连杰,成龙共同出演了《功夫之王》,成功塑造了张子怡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威廉莫里斯还签下了她,为她进军好莱坞路,原以为就此可以转型电影她的刘亦菲,却接连在国产电影上,一次又一次的扑街。 《童雀台》,《第三种爱情》,《夜孔雀》,原来你还在这里,单身三世十里桃花,风苦芳菲,还要在十七年年底上用的二代妖精。 这些电影不管剧本,拍摄如何,同样的遭遇都是票房不及预期,网友们把锅全部甩在了刘亦菲身上,叫她票房毒药,其实票房不高并不是刘亦菲的锅,只是刘亦菲不管怎么努力,都摆脱不掉天仙。 天仙姐姐姐的名号,在每部电影里,她都想要尝试不同的形象,但都没有下文。 《第三种爱情》里,走职场艺人风格的刘亦菲也很适合,通过电影和宋程线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也延续到了现实里,只是两人之间趋近于平静,风浪也不多,原来你还在这里,堪称天仙姐姐电影史上的重大灾难之一。 和吴亦菲的咆哮帝,一同诠释了面他和似吼的最高境界,看吐槽就能get全程剧情,也难怪票房不高了。 而议论的最高峰,则是和杨阳主演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电影版《三生三世》在官宣宣角时,不管是书粉还是路人都占电影版,电视剧版土套声极大。 但由于电视剧先播出,给了观众先入为主的观感,再加上电影《阳阳本次》所场刷票房事件,让《三生三世》电影版彻底扑街,从口碑扑倒票房,刘亦菲再次不信背国。 最近刘亦菲评价最高的电影《二代妖精》,也是刘亦菲有意摆脱天仙姐姐的作品,其中扮演狐狭的刘亦菲,让大家渐渐忘记天仙的模样,投入了这个充满灵气又有些狡猾的角色里。 不仅动作霸气,预言也十分霸道,就让观众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,而刘亦菲还即将出演迪士尼的真人电影《花木兰》,这一旋角轰动国际。 这也就意味着刘亦菲将再次走向国际,能被迪士尼选中,相信对她来说,也是一次全新的机遇。 话说回来,十二年之后在演电视剧的刘亦菲,却因为呵呵大闹出了这么一场乌龙,天仙之名源于电视剧,不想在当天仙姐姐的刘亦菲,用《二代妖精》的狐妖立正演技实力,到底能否通过《蓝烟家笔录》,再重刺电视剧的辉煌呢?值得所有观众期待。